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很难学会的歌曲了 电视剧长歌行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了 但是也是极具隐秘性的 剧场和预告PR当中都没有丝毫的消息 但是片尾曲简却率先和观众见面了 其质量一定是万里挑一 此外这首歌要起到了 OST大魔王周深的加盟 更是锦上添花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剧中人物的爱恨纠缠 实际就是如此 简只看歌词的话就能够让人感同身受 体会到剧中男女主的爱情慢慢突破重重阻碍 最终携手功夫美满 简慢慢成形慢慢裹紧慢慢的时光里为一场相遇 通过周深的演唱将身处简中的人物 历经各种情感的打动 最终打开心扉走向彼此的怀抱 娓娓道来极富层次感的演唱打动每一个人 不过话说呢 周深又在人家恋爱的时候 或者生理死别的时候唱歌了 之前电视剧锦心思域 周深的歌声就是最大的电灯泡 每当男女主撒糖的时候 周深的歌声总是会来参会一讲 不过呢却更加有氛围了 有周深加持的电视剧 总是会在情绪渲染上面得到更好的表达 周深通过自己的努力 演唱一首又一首好听的OST歌曲 用自己的歌声陪伴经典作品一起成长 在新场这首歌曲的时候 小编惊喜地发现 周深工作时也参与了这首歌的制作 周深工作时后期混音制作 此时的心情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 可别小看了这个操作 就像跟当初看到周深参与新歌和声编写一样的 令人感触良多 其实呢 后期混音制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理论上很好的操作 只需要调节一些按钮 但是如何去操控这些按钮 使声音听起来和谐 却是一件很难操作的事情 周深工作时可以揽下这个极富挑战型的工作 说明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不仅周深在不断的进度 工作时呢 也是在努力地跟紧周深的脚 不为周深的成长保驾护航 周深从最初的演唱歌曲 到参与歌曲和声的编写 一步一个脚印 那么的在这个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周深工作时成立不到一年 由刚开始的特别感谢周深工作时 到周深工作时出品 再到今天后期混淆制作过程工作时 慢慢成长 开始慢慢的拓宽业务 致力于成为周深坚实的侯盾 总有那么一份千念在你我之间 这份千念呢 也存在于周深和声米之间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宾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